大家好,我是Stan 演员宇俊尼和韩索尼被卷入了恋爱绯闻 2月14号,一位日本网友在IG发文表示 在夏威夷独假时与酒店游泳池遇见了韩国顶级演员 并标记了吕俊尼主演的电视剧 和韩索尼主演的电视剧 对此很多网友们猜测 日本网友指的韩国顶级演员应该就是宇俊尼和韩索尼 宇俊尼和韩索尼两个人最近被爆出有望出演 韩杰林导演的新作品 而韩索尼去年底也曾参观吕俊尼的摄影展 所以网友们就更加坚信就是他们两个人 而对此双方的经纪公司都没有否认或承认这段恋情绯闻 只表示他们目前确实在夏威夷 吕俊尼的经纪公司对媒体表示 吕俊尼确实在夏威夷进行摄影工作 请尊重演员的个人旅行 从现在起我们将不会对艺人的私生活进行异议回应 希望得到谅解 韩索尼的搜索公司也表示 艺人确实是第一次休假和同性朋友一起去了夏威夷旅行 对于这个恋爱绯闻并不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么摆明的活动 看来他们两个也没有打算要隐藏 哦 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吕俊尼 但现在有些网友特别是那些女粉丝 就好像自己是艺人附身一样 说别人眼光低眼光高 虽然对于韩索尼自己的事业来说没什么问题 但女性粉丝可能都会离开吧 看起来只是因为有交情 所以在那里碰面了吧 或者可能目前只是暧昧 然后他们计划要出演同一个电影 如果现在金金公司就回应 两个人绝对不是交往的话 也有点不太好 另外考虑到他们的年龄 一一要对应这些也是很可笑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恋爱消息后 去年11月与Ujina结束了长达七年恋爱的Hady 在IG现实动态 发布了一张看似海外度假地的照片 并留言 真有趣 然后在一个小时后 取关了Ujina的IG 所以这个消息马上就引起了各种猜测 Hady出道都已经这么久了 不可能不知道 当她在IG上发布内容并取消关注时 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Ujina在摄影展上邀请了 Hansoyi和她的妹妹 那就意味着Ujina和Hansoyi之间的友谊 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段友谊是从何时开始 但如果Hady之前就对此有所怀疑 现在终于确信了 所以她可能透过IG来进行了暗示 既然名人的IG是为了让大众看耳创建的 那当Hady在前男友Ujina爆出恋爱传闻的但一天 取消了对她的关注 大众们自然会感到好奇并开始猜测 只是Hady和Hansoyi之间涉及到的男人是Ujina 所以网友们才会感到恼怒 Facial消息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了 但Hady在这个时间点上传了IG并取消了关注 她肯定知道这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这个狙击跟曲观 可能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才这样做的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换成恋爱吗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她只是可能因为在泰国玩得开心 所以发了真有趣的限度 为什么你们要编造故事呢 到时候不是就算了吗 不是就算 IG取消关注那又怎样 也许是看到今天的新闻后 想到才取消关注的 拜托大家不要胡思乱想了 这张照片确实是泰国的度假酒店 所以对于Hansoyi和女君人的恋爱绯闻 以及Hady的IG限动 以及Hady的IG限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因勒索乙曾圆两印 并诈取5000万韩元的嫌疑 纵交法庭审判的前演员 和诈骗乙曾圆3000万韩元的 首尔江南的夜店经理 在法庭上表达了相互矛盾的立场 根据媒体报道 被指控勒索和企图勒索 并被拘留起诉的前演员A某 表示承认罪行 但是被指控勒索的夜店经理B某 则否认了所有指控 他声称自己景象已曾远 报告了遭遇黑客勒索的情况 并未实际参与勒索行为 而当天A某抱着孩子出席了法庭 但孩子在审判过程中 突然哭泣时 法官问A某 是否每次审判都会带着孩子出庭 他回答是 A某因涉嫌攜席婴儿出席法院活动 违反了儿童福利法 最近也因此被起诉了 试图透过引发同情心来获得减刑 将婴儿带到法庭的人 应该要以触发令人不快的行为 而受到家众处罚 破坏别人的家庭 然后自己求保护 你是人吗 从法官的立场来看 可能会感到非常愤怒 其他被告因为没有孩子 就不带出庭吗 这种行为给人一种 仅为了展示的感觉 婴儿应该以引起反感 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对于威胁已曾运的这位女性 一直带着孩子出席法庭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威胁已有充满的